神的属性是轻松 祂可以赐给人轻松 祂可以赐恩高 这三个东西是不同的 祂是轻松的神 第二,祂可以叫人轻松 第三,可以赐我们轻松的恩高 轻松的恩高是什么呢? 就是有轻松的心态 以致我们为人祈祷的人会喜乐 会轻散,重担释放 这都是我们祈祷很多时候都有人说的 我来的时候很重,现在都轻松了 我本来有压力,现在都轻松了 有些甚至开始有喜乐 这就是我们可以传递 神本身的属性传给人 神的属性、恩宴和戒命 神的戒命就分布我们轻松 为什么人不能够轻松呢? 在这个时候说出来就让人知各个问题 其实我说到很多时候被人知各 不要只是说你们这么轻松 那些人未必收到的 只是说,为什么我们不轻松呢? 因为我们觉得 我不负责的儿子,谁负责的儿子? 你负责我的儿子? 我负责的就是不轻松 那观念就是一个谈话 这个谈话是什么呢? 我负责的东西就要背着 但圣经不是这么说的 圣经是说的是神 祂是叫我们轻松的 神是负责我们的 祂会成全一切 创始成终的耶稣 祂是会创始成终的 祂会成就一切 所以祂会负责我儿子 但我会负责教祂 我会负责爱祂 我轻松就容易教祂 我容易带领祂 但我越负责重担 很多父母就觉得 我负责重担 这个我应该做的 你不听话 你不乖 他觉得就是进责 但其实不是 他反而的效果是相反的 为什么人不能轻松呢? 因为他觉得 他要背起这个责任的效果 但其实背起是神 我们有神的喜乐轻松 我们就能够帮到子女了 或者教友也是 有些人说到很猛烈的 因为他经常说 那些教友都不听话 但我们就相信 神的话要有能力 你说的时候你又轻松 那些人听完又轻松 那他们也会 你都告诉他们 不听话会有什么效果 所以为什么人不能轻松呢? 因为觉得自己要背着 觉得很困难 觉得神什么时候帮 这些全部都是谎话 因为圣经说 神一早未求已 才已经预备 已经为我们预备 已经帮我们了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信心 就会轻松 但很多人就没有这种质素 如何呢? 就是相信圣经的真理 神是负责一切的事情 一切的后绑 譬如你们学这个课程 你将来的路点 神已经负责了 已经写了 有些人说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可以进入什么事奉 神已经写了 神已经写了 你将来怎么事奉 神已经写了 你将来怎么事奉 你听话就入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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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你就会说 我每天听话 不只是做大事的时候 做小事的时候都听话 那就轻松了 但是很多人都很担心 神学生都会担心 我毕业了 下年去哪里侍奉 他们就会担心 但是神已经计划了 其实还有很不同的原因 为何会担心 因为每个人都会担心 文化就是这样 文化就是 有事情当然很烦 但是我们祈祷应该如何呢? 尽量把烦放下 有些人就不是 在祈祷的时候 就把烦恶带出来 神啊我真的很烦 我有很多问题 我搞不定 神啊你什么时候帮我 快点帮我 但是我们祈祷可以过分 神已经定义帮我 我有担心 你帮我不要担心 我不用担心 你已经计划了 我听话 这件事就会解决 那是不是很不同? 就是由神的属性开始 神的属性就是他负责一切 为我们创始成终 为我们如何挑战 这就是一个例子 我们现在看神属性说到的一些例子 有没有问题想问? 有一个问题是 耶稣说了一个比喻 那个虎人在夜晚拍门 叫上床的鄰居拿饼给他 有途人有朋友来找他 求求了很久 他终于肯下来拿饼给你吃 那为什么那里又会 因为老子要求求 这个比喻不是说里面那个是神 他说人放车 放车你求他 他都会 他说我睡觉了 他都会 最后你求得重要 他都会很久 下床帮你了 就是人都会 何况是神 我们要拿到的意思 他不是说神是这样的 而其他很多事是改变我们的心 因为我们没有信心 我们有信心的时候 神是会给我们的 不是我们能求到神 所以耶稣说到 你未求以先 神已经知道 神已经有计划 即是不需要求求 不要学人 你求求没有问题 但你不要觉得求求 神本来不听话 但求求到他听话 那你会错不错了 但求求是没有问题 例如家人很病 那当然是自求求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求求的时候 你不要一直说 神啊你何时动手 不用这样想 而是说 神你很想动手 神你教我怎么做 有这个信心 神想 然后我们祈求 我们进入神的计划 这个就是信心 所以耶稣称赞人的信心 因为太多人是没有信心 太多人对神的 经常觉得 神是好像厚慕 那样的 就是叫一些好东西 就收藏了 你不要就给我们 赐福 这是很错误的观念 我们看到 初期教会很简单 他们就是亲近神 神就大大祝福 就是这样 耶稣来到 他们要捉鱼 捉不到 耶稣说 将他往右边 捉到很多 耶稣就说 我有我的策略 我有我的方法 你跟着就跟着 有没有人有东西想问 是否有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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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人是招不了票 我们招不了责任 但是 我们招责任 我们要分清 我们招责任是什么 信靠亲近遵从 神的招责是什么 是后果 这些后果是神的 因为人会改变 是神做工 是圣灵来到 叫人为罪为义 为审判自己 习悲自己 不是圣灵的感动 我称耶稣为主 这些全部都是圣经讲的 是神做工 所以耶稣说 你们去修你没有 杀种的庄稼 你们没有去做工 但是神会为你 开这个庄稼 修葛 修葛 你们不要做的 是神为你预备的 就是神做工 那 其实 这个观念就是 我做好 我应份做 这就是我们可以做的 所求于管家 是要他有忠心 为何才叫我做完责任呢 信靠亲近遵从是福 就是我可以做的 圣经说了 我相信他一定会做 信靠 亲近去祈祷 看圣经 思想圣经 遵从 耶稣吩咐什么 就在眼前做 侍奉 他侍奉神 当你做了 你尽力去做 有时候有人说 或者我尽力太少 30% 神要我100% 所以耶稣就说 一杯凉水我都会纪念 都会赏赐 神就说 你做少少我都会纪念 当然 神就不是说 你只是停留在一杯凉水 我会做多些 神就会欢喜 总是正面 就不是说你未做多少 未做多少 有些应份做的 譬如我求你 你说我祈祷 你当然不肯的时候 这是我们失责 但我们都做 我们做了应该做的 你眼前可以做的 你就放心了 就不要说 如果我们要数 我们未做的 我们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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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耶稣不是数 我们未做 是数我们 我们一路数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做的时候 神就会欢喜 就是不要有观念 就是我们要背飞 我们背不了 我背不了 就算你帮任何一个人 你留意担保他 一定会爱住 不能够担保他 不能够担保他 有没有问题 你们思想中有问题 可以放谈 好 好了 下面就是说到 我写了出来给大家 去参考 大家有没有回来看 然后去思考 还有有没有预备了 预备了 可以试试出来分享 我跳过因为放下重担 我说过要书人 我想大家看着我说 看着我听 为什么呢 内容你会看到 但我用普通说话 你会吸收多一点 圣经里面 吩咐我们要要书人 不要书 天父也不要书 我们要书 天父也要书我们 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教读 但实际上基督徒有多少要书呢 当然很多基督徒很想要书 这是事实 不过见到那个人 也有点面左左 有时也会这样 不想见他 最好他消失 我在这里 他不在这里 他在这里我又不在这里 知愿此类 有时总会问到这个人 他还有很多问题 我真的接受不了他 我们会有这个情况 也有些经厚 都不是向这个方向去 他有空喝茶 从米原来说到 喝茶就聊天 什么水啊 今天穿什么衣服 他怎么样 又做些什么 又没有做什么 很多基督徒也会谈这些 其实那个包含什么意思呢 始终都是在生气 接受不了他 那他值不值得生气 按照上来是值得生气的 因为他不乖 他真的不乖 不过圣经说 是否我们背着他的担子 所以我们不遥处他呢 圣经就说 这是神的责任 身冤在他 他必报应 那人怎样 神会报应 但不是我们的报应 我们的报应 我们就生气他 生气他 生气他就对他不好 对他不好他就不改变 所以神的心就是 神是遥处人的 不过神都会追讨 但追讨的是神 所以我们学神了 我们每个人都遥处的时候 会祝福人 但我们也有 神经也有教導 我们去提醒人 读责 使人归正 有人错 我们要带他悔改 不过 心态是不要一直生气 一直引导他 如果生气他 心态是你 真是很坏 我真的觉得你不行 我接受不了你 不过我真的要霸霸你 那时候的语气 当然会说 你这样做怎么办 你能想到半岛人 那些语气总是会弹出来 有时辅导的夫妻 我说你试试这样沟通 然后呢 我说你下次做 然后其中一个人 他哪个做到的 立刻已经说 接受不了 他做不到 这个心态就是 总是批判 其实基督徒有多少批判呢 我回想起来 其实很多 这个就是用一些例子 人的反面例子 我们看到神面前是怎样 曾经有个人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在布永康的报道会 曾经有一个人作见证 一个牧师 叫Daniel 他的作见证 他是牧师 他驾驶的车 车的车壞了 结果撞车 就非常严重 受伤 然后呢 就带他去医院的途中 他就死了 死了 他就去天堂 这个见证 其实是进了一个光碟 就是一个光碟 在网上现在都可以看到的 他就去到天堂 看到很漂亮的 很多基督徒在那里敬拜赞美 有天使在那里 他就觉得很开心 然后天使就带他去那些 我们将来住的那些黄金屋 他去到那里就听到那些花 他听到那些唱歌声 他说在哪里唱歌呢 他看到原来那些花唱歌 那天使说那些花唱歌 然后天使就说 现在我要带你去地狱 然后他就说完 立即就去到地狱了 因为去到地狱 然后见到那些人 很多人在地狱里面 包括有些在教堂 甚至有牧师 那些牧师说 我偷了教堂的钱 我现在费鬼 我愿意换 我换些钱出来 不过都不能出回地狱 然后天使就跟牧师说 如果你今天 你的生命策关了 你都要在那里 没有搞错 天使就说 圣经说 你不要恕人 他过分 天父都不要恕你 因为在这个意外发生之前 他太太盖了她的包 几天 他几天都不肯阻塞她 几天都不肯阻塞她 然后他撞车死了 按照圣经所说 你不可以入天堂 那样很害怕 天使说 神给你机会 你现在可以回去 他回去说给人听 那些人马上 每个人马上走去阻塞 看谁还没阻塞 每个都可以阻塞 因为神真的去看我们的生命 有没有阻塞 很多人都站不住 我想说 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 但当我们有罪 我们一定要悔改 因为那样罪是可以叫我们沉沦的 在加拉太书第五章 我们讲到有情欲的事 都是显然意见的 就是情欲、纷争、结党、质道 很多基督徒都有做 然后说行者有事 这些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不是我们要做到完美先 神会赦免 但我们要知道 我们知道这些罪可以叫我们沉沦 所以我们一定要悔改 他当时是没有悔改的 这个情况很明显他是得救 天使也给他一个机会 回去讲这个见证 但我只是提醒了很多基督徒 事实上是没有遥书 而没有遥书的时候 可以 我不是说 这个圣经如何解释 是否有个人少少不遥书 他又落地獄 我想神的审判不是这样 不过 人如果一直持续 一直生怒一个人 一直不遥书 到底可以失去救恩 即是可以 这个是一个警告 这个是言书 这个是反面例子 正面例子 我次序不会用正面例子 我只会说 神是个什么神 神是个瑶树的神 那些人明明是看着耶稣行的神迹 耶稣所说的道 很多人跟祂 但祭司主要用什么方法 钉手指甲 祂要秘密捉祂 祂夜晚捉祂 祂不敢日口捉祂 要秘密捉祂之后 留夜审祂 整晚审祂 审祂到天光 然后遮住了十字架 因为如果祂 日口才审 那些人来到 可能很多人会造反 祂就不敢 祂就夜晚审祂 然后一早 衙门一开 立即带祂到比拉多那里 但耶稣说什么呢 就有十字架 祂说射灭他们 因为他们所作的 他们不显得 真是很难想象 耶稣会这样说 因为神的圣 就是一个遥夕的神 神很想遥夕的 想到不得了 耶稣已经负罪的代价 已经全部负罪了 全都负罪了 全都负罪了 祂完全是想 我们接受这个救恩 全都负罪了 所以我们犯了罪 我们犯了几次罪 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 犯了几次罪 是不是犯了几百次 几千次 几万次 几十万次 我相信真的 都不知道数上论了几次 不过神没有一直追究我们 如果追究我们 我们都不行 但是神一直感动 我们悔过 很多时候基督徒说 你不要感动我 让我先做这个犯罪 遲些我负罪了 我想追求这个女孩 或者这个男孩 让我先追求 你不要感动我 现在我封住感动 有些基督徒真的是感动 你不要说谎 我不行 我不说谎 太严重了 我说完大话 神就会负罪了 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 但是神有没有放下他们 神是我的 神一直怨恕 一路感动 除非这个人一直 到底他都不能悔过 他就可以去寻慮 但如果他肯悔过 神也是给他机会 我们的神是一个 遥恕的神 神想我们的子女 个个都是小基督 所以我们是Christian 是基督在我们身上 我们过去就是遥恕人 祝福人 就算他明明有骂过你 你这一样对他有笑容 有关心 说正面的话 令他觉得舒服 这样我们就是 将军神的荣耀了 但是很多基督徒 是没有这样做的 他生气了另一个人 他说我不想跟他同一个小组 我不可以一齐侍妇 他一入我就不入了 始终一直生气 就是没有将军神的荣耀了 我讲到人的反面例子 由神的属性 你们要遥恕不是你要落地獄 不是用这个先说 而是用神的属性先说 然后为什么人很难遥恕 这个不是唯一的大纲 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为什么人不肯遥恕 因为人们很计较人家做了什么 很计较 他这样得罪我 搞错这样骂我 公开骂我 没有了面子 公开骂我 怎么可以遥恕呢 或者就算面头说遥恕 心已经不想再跟他做朋友了 这个其实已经是 心里面是没有真正的遥恕了 为什么这么难遥恕呢 因为人数自己的罪 是数得很... 很宽容的 自己犯了多少次罪呢 很宽容的 但是人家犯了罪呢 其实每一个人得罪别人 有多少次数呢 绝对不及我们自己本人 得罪神的次数 但是人对自己就很宽容 对人就不宽容的 人家犯了一次罪 或者几次 或者几十次 就没得原谅了 这样的时候 就是为什么人能够遥恕 或者还有其他原因 我总之会讲出 为什么 如何 如何就是我们想一想 如果神要追悼我 我是怎样的 我认为神要说我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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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我们想回我们多少次是故意犯罪 但是神依然要说 赦面 我们说神 如果你计价我 我都 完全 今天都不可以有这个身份 有这个胃份 我多谢你 你不计价我 如果神这样祝福我们的时候 所以我也去祝福人 神就给我们一个方法很简单的 先连问他 那些伤害我们的人 其实他都被人伤害很多 就算他回教堂 不是代表他是原理基督徒 因为他被人罵得多 所以他回教堂都喜欢罵你 因为他本身被人罵惯了 他不懂得另一个方法 他有问题 只知一个方法就是罵 这是他的生命 我连出他 我连出他 我就会为他祷告 祝福他 我连出他 我连出他 这样的时候我的心就会松 我会说出一个如何 我会说实际的 有什么难了我们 我们实际上怎么处理 其实我很多信息 那些资料来源在哪里呢 就是我的生活 当我发觉有个人得罪我 我如何受伤害 如何处理 又如何连出他 我如何得起乐 如何得到兴省 都是我多次做 我发觉要做很多次才行 大家是不是发觉 要个心松 是不是要做很多次 那我很多次的经验 我就会告诉别人 我如何做 就是我会找出 哪个人扣着我 又如何拆解那样东西 所以我希望大家 说的讯息是实际 OK 有没有问题 那如何 然后就激励大家 今天学会回去 真是想想哪个 我们未要说 我们真是为他祈祷 但你未去到最后那一步 为他祈祷 也是为他祈祷 神啊 祝福他 曾经有人逼迫我 我就想 有一天他站在神面前 神就会追到他的罪 我们也想过 或者神有一天 有些疾病 他就会很惨 但当我一想 神就是我 你这样的想法 你的心不可 你的心就好像奏他的意念 那我就改变了 神啊 就算他不接受圣灵 神祝福他 因为那个人逼迫我 是不接受圣灵的工作 所以他逼迫我 神啊 你按照他的方法 他不接受圣灵充满 总之他按照他的方法 忠心 神一喜悦他 有一天 他是忠心的仆人 求助帮助 还有如果我有机会见到他 我要祝福他 我要跟他说我的话 我一路祈祷 一路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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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得罪的人 我都在他心中 或者我得罪过他 我都在心中处理 有时候洗碗 又想起那些人 又走路想起那些人 祈祷想起那些人 我就处理 处理到我心中为止 这就是我心中处理 我心中没有任何积存的愤怒 或者我觉得他应份是这样的 我经常都想着我如何祝福他 这就是实际说 实际我如何处理 然后分享给大家 这就是发扬神属性的特色 是否这样说 神遥说我们先阳 我们遥说人比较好 对不对 就是什么都说到神的属性 有没有东西想问 我看你有些定了形 可能在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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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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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问题 你刚才一路说神的属性 我都很认同 觉得神很好 很灵敏 但是近期教会 鼓励我们看旧药 我们现在看完 刚刚看完《士师记》 《路德记》 和之前那些卷说 很多时候都要他们趕回去 拿回地 击杀了很多当地的人 杀到整个城 连那些婦孺 小孩都杀了 看到这些位置 搞得我很乱 不知道怎么去调截 是 这个在旧药所做的 就是一个审判的时候 这个审判的时候 就是好像将来半日审判的时候 应该有很多BB 应该有很多怀孕的 一样有很多很多 总之什么怀孕的人都有 但是审判的时候 是没得谈的 在当日来说 就是神在当日来说 建立以色列国 也同时是审判当时的人 对 这是一个审判的行为 不过神也是有恩怨 在过程中 有些人就悔悔 所以耶稣的家庭也有些外邦人 路德 这就是神的恩怜 但是祂的计划 本来就是审判他们先的 就是告诉世人 告诉当时的人 这个神是真实的 因为他们容许外邦人悔改 来跟从他们 他们有外邦人院 圣殿有外邦人院 也容许外邦人来 比如约拿记 约拿书就是说到 祂為黎黎明討告,叫他們悔改 這都是一個神要救黎黎明,即是外邦人的雅術人 所以我們一定要化解,很多人攻擊神就會用這些 但我們看到去年,也是講到神的憐憫、恩免的 好,我們現在休息一下, 大家休息時,如果有預備任何的, 我可以讓大家來分享。 有的,上Facebook也有的。 好,現在我會先用約翁方十五章一節八節的經文, 就是要結出果子, 一旦討論就不用這個經文了, 我現在講出那個屬性, 我們要想那個屬性, 首先要思想, 人能夠結果子是怎樣來的, 為什麼人會結果子, 那個來源是什麼呢? 那個來源就是, 神的屬性本身就是一個常結好果子的生命, 就是神的本質, 有所謂我是葡萄樹, 我父是栽培的人, 就是神的本質就是一個常結出人愛、喜樂、恩慈, 神的本質, 有些好東西出來的, 神是一個這樣的神, 神是一個懵惰神的神, 神是一個令人受傷害的神, 神是一個一見到人就想祝福的神, 神是一個本質就是一個風聖的生命, 是结出很多果子 然后它就令到人能够结果子 当人有神的生命 在那里面圣灵一信耶稣就会改变 如果真信耶稣的人就会了 我自己很记得很清楚 那时候我初信耶稣 但那时候我其实 因为不是有人邀请我回教会的 是我参加过报道会 接着我读那个谈授过程 在那个过程可能已经信了主 其实可能开始回教会 我忘记清了时间 我记得有一件事发生 我发觉我犯罪觉得很不舒服 我就跟基督徒说 我说不知为什么我犯罪觉得不舒服 他说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 那时候我还没有很懂圣经 但里面就会有一种动力 就是神住在哪个人的心中 那人就开始智序 就会开始悔改 就想走神的路 就想祝福人 那时候我就跟很多人说 关于耶稣 就是传呼喊 这个就是果子 就是神的生命 神在哪里 那里就有果子了 那为什么 我再解释 凡一件事我们想解释清楚 就用多一些例子了 比如说 有些基督很枯干 为什么很枯干呢 他经常说什么呢 哎呀他又对我不好 他又骂我了 哎呀很惨很惨 他的思想就是这些东西 但是呢你发现那些有力的基督徒会说什么呢 哇神真好 这个礼拜又祝福我 我祈祷真的得力 又有喜乐 就是原来那些亲近神的基督徒 他就有果子的 就像耶稣所说的 因为离了我们 我们就不能作什么 因为神就是一个充满果子的神 他里面发出好东西 所以我们在他里面 就自然生出很多果子出来 亲近他 和看他圣经思想神的话语 是有信心的 有些人没有信心的 有些人回基督教学校 读圣经读了几年 读来读他 但是他没有信心的 他不觉得这个是真神 他不觉得神是好 所以他就没有果子了 但是如果我们是看到神美好的 看到神的话语的美好 就亲近神 什么时候神在里面 就被你这些暴露 那些生命就会结出果子出来 因为原来这个神就是这样的 所以耶稣跟我们说 你一定要在我里面的 现在我开始讲那个律法 你一定要在我里面 我有个佳因典 你在我里面你就会多结果子了 因为我在你里面就会产生果子 但是我首先讲到神的属性 但是我也可以先讲到人的反面 例子 但是我会知道我有没有讲到恩典 如果人的反面 例子是什么呢 基督徒 有几多个基督徒是充满起落平安 结果子 经常带耶稣的 经常帮助人的 因为很多埋怨 不开心 被人击碰 其实很多基督徒都说 很烦恼 不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是时时连结在耶稣 他就是小亲近神 因为很多基督徒的观念是什么呢 我上班已经有很多东西做了 我回家又要煮饭 还要祈祷看圣经 真的很惨 你要多加一些工作给我 很多人觉得 祈祷看圣经就是加工作 額外工作 我未信耶稣也不用做这个 现在要加多額外工作 观念就是说 祈祷看圣经就是一种功课 就没有一个观念 这个就是得力的来源 是我们可以随时 可以随时 如鹰展翅上腾 在里面更新过来 因为神的同在 就会带来祝福 因为很多基督徒没有这个观念 所以他们就不喜欢亲近神 也不会经常思想神的话语 去爱慕神 所以神在里面是很少果子的 而我们的神其实是什么神呢 他自己是一个充满果子的神 他不断在里面不断 我要祝福人 我要祝福人 里面经常有这种心 而他的计划就是 如何祝福每一个人 如何帮每一个人 不听话他也继续帮 所以他是一个结满果子的神 而当我们一亲近他 他就会删除果子 为什么这么多人不肯结果子呢 为什么这么多人不肯亲近他呢 因为觉得是一种责任 因为观念是错的 因为很多人都说错的 为什么呢 他说你要看圣经 就是要戒名 你要祈祷 很少这么说的 神有很多恩典等着给你的 神已经计划完了 神在天上的福气准备 给你 你一亲近他那天 你是不是多些喜乐 是不是多些平安 多些力量 就是他的福气就临动了 原来当我们一亲近神 根本神已经一早预备 那些恩典就来的了 观念是这样的时候 是不是会很不同 就不是你要祈祷 你要看圣经 虽然我们都会和人这样说 不过我们会首先说 神有很多福气等着你 当你一呼求 一亲近他 一赞美他 立刻就谈到了 原来神的本心 就是很想祝福 将这些恩典给人 他本身的质素 他很想给人 你一亲近 他就给你了 为什么不肯呢 就是因为他错误观念 亦都懒 人的懒 很多人信耶稣 并没有被耶稣改变 所以他心仍然是懒惰 喜欢世界的东西 不是看圣经 看电视 看手机 都是想在这些东西追求 想快点去教堂 找到一个男朋友 女朋友之类之类 都是想自己得到一些东西 反而得不到 但我们在上一类的书里 是得到的 那如何 如何去有这个动力呢 首先 这个观念就是神有很多福气 等着给我们 我们亲近祂 听祂话 祂就欢喜 我自己一个人版 因为我是一个贫穷家庭出身 但是当我听耶稣话 我真的信耶稣 我就听话 神就为我预备 我信了主 没多久 一几年的时间 神就开始为我预备 途径去 可以有机会去读圣经大学 然后读神学 就是神为我预备的 不是我当时有钱去做的 神当他知道有哪个人 喜悦祂 亲近祂 祂就会加力 而且我一看圣经 我一看圣经 我觉得圣经很好 为什么 因为我 我深信祂是真的神 我一看的时候 耶稣说了圣经 很有能力 祂的神迹很有能力 我很快就把圣经 看了几次 就是很快 就是心里面 喜欢神 那时候我先看新的 连续看了几次 原来在神里面 他就会结出果子 这个就是我用这个 是不是听到很多神的属性 和恩典 和本质 好了 不要贪财 这个不要做什么 不要做什么 是相反 那神是怎样的呢 神是怎样的神 我们要思考 到底和这个有关神是什么神 不要贪财 贪财 还恶之根 那相反呢 就是神是一个赐恩的神 是不是 贪财 就是人贪钱 怕着没有钱 神是一个赐祝福的神 我们很简单看一下 你看一下 这个环境 那些花草树木 很丰富 虽然因为人犯罪之后 世界都受影响 但是真的看到很多种花 很多种蝴蝶 很多种小鳥 很多种植物 很多种植物 人种的东西 很多种类 所以我们吃的东西 真的很多种类的食物 神是一个丰富的神 在他里面有很多很多美好的东西 物质的丰富 环境的丰富 还有当我们信耶稣 他就有丰盛的生命 有喜乐有平安 还有神会预备 神会开路 神会预备 所以当人信靠神 神亲近神 这是上路 因为圣经说 天早就比地上 我道路高过你的道路 我意念高过你的意念 神的路是高的路 他已经有神计划了 你走神的路 不用贪财 神会供应你 但不代表那些钱 就自动扔下来 不是自动扔下来 我们一定做工 我都是经常做工 经常都写东西 我不断做东西 我们应该勤力 我们应该学习好 然后努力去做 但我们不用担心钱 有时有些人勤力都会担心 我们不用担心 因为神会供应 我信靠亲人 遵从神 神就会凡事祝福 神是一个这样的神 神就不喜欢人 是贪财 因为贪财的人 就会 只想人身上得到益处 神是想怎样 神当我们亲近他 他会将很多风性恩典给我们 以至我们有足够去帮人 于是我们就愿意帮人 愿意奉献 愿意看到人需要的时候帮助 这就是神的风性生命 他会供应 然后他会感动 骄徒 会见到人有需要的时候 会有关心他 会想帮他 这就是贪财的相反 贪财的相反就是 愿意吸人 你要吸人 就必要吸你们 原来神是一个很丰盛的神 他需要给我们 当我们愿意不贪财 去祝福人的时候 就会给我们 有十足的星斗 连遥大案 上尖下流 把我们的怀中 将很多东西 凌凌凌的 都堵下来 所以我们肯 听神的话 信教他来供应 我们肯 善用我们的资源 神就供应 我自己的美好见证 我开了这个机构 包衣书教师公 我绝对想不到 我会有足够的经济 可以四圍去 并且帮他们建立圣经学院 帮他们本身的宣教士 如何能够帮助他们的经济 以至他们出去宣教 将这个教导传开 很感谢神 首先给我们这个教导 然后给我们经济 原来我们听神说 神会自然将经济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不是贪财 我们就愿意去帮人 愿意去祝福人 愿意去甘心奉义的时候 反而神比我们更多 愿意走神的路 你的前路就会发觉很丰盛 这里有几个人发觉 当你听神的话的时候 遵从神的时候 愿意吸人 愿意祝福人的时候 愿意忠心奉义的时候 你发觉神的祝福都会加给你 有几个经历过这个 神真的有一个公认的神 所以我们不需要贪财 我就用了神的恩典 神的属性和恩典 祂是一个慷慨的神 祂是给予人的神 祂是丰富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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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丰富的神 也不一定会给予人的神 有些人丰富的神 祂是丰富的神 祂是丰富的神 祂会帮助你自力更生 自力更生 你有更多的资源 祂会供应我们的需要 让我们能够一路发挥 在我们发挥事逢 钱不是一个因素 只要我们听话 钱不是一个难阻力 好 有没有问题想问 大家有没有发现 如果《圣经经文》没有的时候 我可以从《圣经》 还有有些牧师也贪财 我也认识有两个教会侍服的人员 因为偷了教会钱被炒入圈 其中一个是有读神学的 有些我不知道 总之这两个是我认识的人 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 有时我们知道这些故事 都可以作为一个尴尬 有时在网上也有说 我们都可以作为一个尴尬 这个就是人的反面 请问 可否用创世纪的角度来看 例如神创造万物 怎样解释 神是创造万物 可否回答到贪财道 可以 神创造的都是丰富 神是丰富的神 他又给我们丰富 他给这个宇宙是丰富的 其实很多种食物 很多种小鳥 很多种漂亮的环境 很多美丽的东西 不过人类犯罪就越来越变差 但是基本上神是一个尾线的神 基本上你连接得来是唱顺的 是可以的 是合理的 就不像天强的 是可以的 这是我鼓励你做的 就是将有关的经文 有关的意念摆下去 所以这也是要求大家熟悉圣经 熟悉圣经的时候 你就能够随时讲得出来 有没有问题想问 我现在会示范一下 为何我要先示范呢 因为如果我不示范 你们可能会很难 我先示范了一些 尤其我找一些小 经文没有讲恩典的那些 听完你就会知道在那里面找 第三个 不要假无为善 第三个 耶稣说到不要假无为善 假无为善的相法是什么 真诚 真诚 诚实 所信和他的行为一样 行道不仅是听道 连行一致 和信念一致 人反面例子我相信不太多 譬如很多基督教家庭 父母都是基督徒 甚至教会是执事参与师父 但他的子女就说 我父母都是吵架的 他的教堂是很担从任的 回到家就吵架的了 所以我不信耶稣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故事 有些人是 他是不是不信耶稣 不是 他是实践不到 或者有时是不懂得实践 有时是不知如何实践 有时是无力 有时怒气即全 太生怒那个丈夫或太太 所以学了多少真理 都是一样会骂 就没有明白一件事 其实没有明白一件事 原来骂是有相反合法的 你想一个人越来越坏 就骂多些 他就越来越坏了 你想他好些 你欣赏他 善待他 他会好些 其实这些我都觉得是 我们应该知道的 不过也不是很多人说到这些 有时会说 所以我希望大家观察在生命里面 因为圣经里面 神是否欣赏人 神是欣赏人的 所以我们都留意到 神是欣赏人 祂会纪念我们所做的小事 所以神是欣赏人的 神是欣赏人的 神是欣赏人的 为什么他在教堂 神是欣赏人的 但是他回家做不到 因为他不懂得 所以他无能力做 甚至少欣赏人的 所以很多照片 可以说是缴报为限 神的属性如何 神是神的属性 祂是善良 祂完全是美善 真实 还有祂按照祂的说话行善 这是神的很特别质素 不过很多人不太相信这件事 有个例子 言行一致 祂说了什么 祂会做什么 但很多人不相信我 这个例子很简单 因为你认识自己的罪 神是信誓公义 一定射面我们的罪 不过很多人不相信 哎呀 神 我犯了很多罪 你靠你射面我 真是很内疚 神说了射面他 心都很不舒服 为什么呢 世人不是这样 世人不是言行一致 这个对比 有些人说 你想到这么多例子 我想不到 不要紧 总要知道你要发挥神的熟悉 就是他的言行一致 他说的 他就一定做的 因为世人周时都是这样的 或者带你去街 或者约你什么时候 一会又失约 或者忘记了 说了怎么做 但是一会做了又不对 总是有很多挂了不做的东西 还有人说要遥恕 不是真的要遥恕 下次就说 你上次也是这样 你今次也是这样 因为人就会这样的 所以人就把这些观念套到神那里 但是神是完全不同的 他说了就一定做 他永不反悔 只要我们是真心的 我们真心认罪 他一定射灭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会这样 我一认罪 我真的真心认罪 我知道这个是罪 我知道是得罪神的 是会破坏我生命 我悔改 神一定赦面 所以我可以感激神 感激神 我有这么多罪 但是神都赦面 我可以放心 放手 以后遵从神 我就不用想起以前的事 一想起 我就说 我学习了教导 以后不要再犯这个罪 但是我不用怕神会赦面 当我们相信这个事 我就不用担心 还有神说 祂不会忘记我们 我经常相信 祂真的不忘记我们 我们经常关注 现在在挂着你的 现在在挂着你的 现在神在挂念你的 这就是神的特质 神的特质 神的特质是很单纯 神很单纯的 祂照着祂的说话 做神 祂照着祂的说话 祂说祂是怎样 祂说 我想念你们 祂就是想念你 祂称呼我们做子女 我们就真的是祂子女 祂一早为我们预备 祂说了一定预备 祂说了在天上 祂写在策子上的计划 祂就真的写了 祂说了一定做 这样的时候 是否会有信心 不用担心 祂说了 圣经说的 圣经说 一定会做的 不用担心 只要我真心 这样的时候 是否我们跟神关系会简单很多 其实我越看起来越发觉 神是好像小孩子那样单纯 又好像一个比较智慧的人 更加智慧的极度的智慧 极度成熟 不过也很像小孩子 圣经说祂因我们欢恩喜乐 默而爱我们 请因我们喜乐而欢呼 神是很开心的神 好像小孩子一样 祂也跟足了祂的说话去做 所以我们跟神相处 跟人完全不同 所以我很喜欢神 因为神你不用去估计 祂说了就是这样 是不是可以很放心 好了 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脱离这个假冒为善 因为假冒为善 神是不喜欢的 当我们口话是这样 回家不是这样 或者回到公司 见到一个人那么坏 我们就生气他 神是不起悦的 神是不起悦的 我们总是去善待人 我们圣经说了的爱人如己 我们就真的去做 并且不要装给别人看 我也会讲一些具体的例子 真的有些人 他会很想人知道他奉献多少钱 这个真的 很想将他的好东西给别人看 很想告诉别人他有多聪明 有些又不是那么明显 有时总是想人赞他 赞他就很开心 其实这也是有一种心 就是说 我想人赞我 来到支持我 即是说他有个动机是不好的 这也是一个假冒为善的动机 他不是真的侍奉神 他是侍奉他自己的声誉 让他的声誉更加好 这都是我们留意的 我一会讲一些具体的例子 即是如何是假冒为善 可以有不同的方法 然后我们可以 我们写得很难 不要紧 我发觉那种东西是假的 立刻改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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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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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